像我講的,其實真正的Guru,有一種是不需要替代的 他是很超越的,不需要替代眾生的所有的苦 但是有一個Guru,他是要替代的 他知道人間的疾苦,想要替代眾生的苦 這個Guru才會有替代 但講一個Guru好,你要知道基督教的耶穌 他是為眾生恕罪被定上十日假 其實他不用被定上十日假 他用他的神通就可以走 不需要被定上十日假 但是他選擇被定上十日假 就是替代眾生的苦,替代眾生的疾苦 所以今天這個師尊 並不影響我自己的身體之內 我一樣的可以替代這個花蓮災期 那幾個死亡的,已經過世的那些靈的夜 所以會在我的身上 所以一個人就要咳嗽一天 他們十幾個人,我就要咳嗽十幾天 我曾經有一回也替代了一部分的人 在法會當中,兩個眼睛都是紅的 全部都是紅,全紅茶 因為那些死難的人在我的眼睛裡面 這幾天,我有聞到這些死臭的味道 死啊,屍體的臭的味道 因為今天要幫他們超度 所以他們那些味道會讓我聞 那我會人的一切都還好 就是喉嚨,他會咳嗽 原因在這裡 因為我本身也是試驗 所以要替代的孤魯 耶穌是替眾生的罪被釘上十日假 盧師尊要背這些人的夜 才能夠把他們超度 往生到佛國淨土 那將來,你們有些人要當Guru Guru,就是你們要選擇要當Guru 你一定要本,第一個要本尊相應 那麼你們可以選擇 我不願意替代眾生的夜 那就不會替代 如果你選擇說 我要替代眾生的夜 那就會替代 那我們要懂得這種道理 你要替代,你就要受苦 這個佛法 其實真的是無上的 真的是無上的 而且是非常偉大的 所以你們要珍惜這一世的言 這一世的這個言分 要珍惜